佛罗里达郊区这个巨型天坑直径长达12米 是美胜化肥废料的排出口 而环保人士警告 企业排出的2亿1500万加伦化肥废料 可能已经从这个坑洞流入佛罗里达地下蓄水城 佛州地下蓄水城是美国南部最大的饮用水源 除了供应周明日常用水 也输水到阿拉巴马南部以及乔治亚州 专家点出 废料含有的油 雷 冬气等有毒化学物质 可以渗透到范围非常广 如今足以填满300个奥运游泳池的废料 疑似污染水源 民众甚至可能喝下毒水 引起居民担忧 控诉工厂排污不当 招货公司马上出面澄清 强调当局已经及时抽空所有受影响的水城 尽量降低破坏力 并强调所有水源质量安全 美胜公司透露 工友在上个月27号发现这个巨型坑洞 调查后发现地下水城利用延时过滤 流动速度非常缓慢 因此暂时没有任何废料流入水城 废料泄漏事件并没有打断美胜业务 不过企业股价却因为连日来的媒体轰炸 猛错1.7% 而事实上 美胜公司排污不当 有前科 曾经在去年 因为同样罪名 向美国政府赔偿800万美元 折合大约3200万令吉 7度无法 外额 转发 小泷 眼镜 水 余